这个三星估计要恨死我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来问我说 上一代的这个三星S23U 跟最新一代刚出的这个S24U 两个手机买哪个的话呢 我基本上都会推荐他们的 买就不买新 很多人来找我推荐手机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般会是优先推荐他们去买国产手机 但如果说对方有的时候啊 他就限定了我只想买三星 或者是想买苹果的一些 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还是会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来说出 我真实的这个想法 你像昨天有朋友啊 他就跟我限定了 说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三星的手机 三星S24U 问我能不能入吗 那我就只说 新款除了打着AR的这个招牌 加入了很多人根本用不到的这个AR功能之外 其他几乎相较算一代 没什么大升级啊 因为你就这么算嘛 内部配置上 就处理器从8跟2升级到了8跟3 这事展有一说一 8跟1升级到8跟2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当年的这个S22U升级到S23U的时候 那还是值得的 所以因为那次升级呢 非常大 CPU提升了34% GPU提升了40%嘛 性能提升功耗降低 手机发动的这个问题就明显减少很多 但是这一代的这个三到四的这个升级的话 CPU GPU基本就只有10%到20%的这个小幅度提升啊 就说四箱头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三星自己说我们能感受到提升 但实际上到消费者这边你就看 多数根本是感受不出来的 你关键是配置上没怎么升级 你价格上呢 老款交新款的话 目前来看差老多了 你像同样是256GB的这个内存 24U目前是9699 上一代S23U呢 目前才这个6900多 将近三千块钱 512G也是一样啊 S24U直接干到一万多了 S23U7800 也是有将近三千块的价差嘛 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聊的时候 他说想买这个S24U512G的 但预算是八九千 你如果说这个预算的话 其实目前你买大陆国行的话 你都买不到 港版可以 港版会因为会直接便宜两千块钱嘛 但我就建议他们 即便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预算范围里 你买到这个S24U呢 我建议他 这还是买就不买新 因为你哪怕你买港版的话 你去买S23U 还是会继续更便宜嘛 是不是啊 现在你这钱你又不是那么好争了 你能省一点事 当然昨天那位朋友他纠集的点在于说 他说S24U的话是纸品 S23U是曲面品啊 他不喜欢曲面品嘛 那这个是这样的 就S23U这个手机呢 我之前就测过嘛 它严格意义上呢 它也不大能够算这个曲面品了 也就是说边缘倒角那块有点微曲面 其他的话基本上观感上 还是实际手感体验上 还是偏向于纸品的 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朋友呢 可以去线下里去体验一下 如果说能接受的话 想都不用想直接上一代 是吧 一定是最理性的构级选择 是吧 因为我还之前问过他的 我说你平时有没有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这个需要的 他说不需要 那不需要的话呢 S24U最新一代的那种 什么实时翻译呀 是吧 AI功能呀 你就用不上了吗 这个机器贵就贵在这些地方呢 那你为这些你用不到的这个功能 去买单干嘛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有的有些产品的话 十九二讲 不是说新款就一定比旧款好 像三星这一代的这个手机呢 我认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你说呢 啊 этих 准肥 o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